她总是怀疑我 用各种手段调查 我希望她可以相信我一个人 我曾经那么信任她 可是她却伤害了我 她不值得我的信任 我愿意为以前的错误买单 只希望能和她好好的在一起 她一点改过自新的态度都没有 我已经没有办法相信她了 让我们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小赵23岁来自河南 自幼职业 有请小赵 小王23岁来自河南 幼师 有请小王 有请 欢迎两位 大学同学是吧 对 大学同学 在一起一年是吧 一年左右 今天好像是要来除心魔的是吧 对 谁有心魔呀 他 我感觉他是个骗子 他一直都在欺骗我的感情 从我们相识到相恋 他一直都在骗我 道理是心魔呢 还是是个骗子呢 让老师们给看看 咱从哪开始说 你觉得能说清楚 就从我们刚开始吧 好 我们大学选用课认识的 其实当时也不熟 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我去他老家找我闺蜜玩 因为我闺蜜在那工作 我就发个朋友圈 他又知道我去了 他就说 既然我们都是同学 到我的家乡了 我来照顾你 我当时就觉得挺热情的 挺为照顾人的 然后我就觉得 那两个人既然都是单身 我也想要有一个浪漫的 大学的校园爱情 可是后来我才发现 他一直都在骗我 就是前一段时间 我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微信 是一个截图 上面是一个抖音的推荐 网名是愤怒的小猪 他问我说这是你吗 我说是啊 当然是我 因为那个网名 我用了三年 虽然很特别 就是大家一看都知道是我 然后上面写的是 抖音为什么老给我推小三啊 我当时我都懵了 就是说你是小三吗 对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当时我就问他 后来在我一再逼问下 他再告诉我 那是他的前女友 因为他在追我之前 他就说去年四月份的时候 他们两个就分手了 我就说那都隔了这么久了 他为什么现在突然出来 骂我是个小三 就很不合理啊 然后我就加了他前女友的微信 我就问他才知道 我们两个是去年七夕在一起的 他西夕前两天 他才跟他彻底分手 也就是说他追你的时候 跟他的前女友是有交集的 是这意思吗 小三 对 他们两个还在一起 不是这样的 就是当时我们俩是 就是2019年嘛 就四月份分手 分手的时候 然后当时我们俩就一直冷战着 我就跟他说了 就说得很明白 就我不想跟他在一块了 然后我现在我也不想谈恋爱了 就分手了 就是用你的描述是 去年四月份确实你认为已经分手了 但是你的女朋友并没在心理上 接受这件事 对 是这意思吗 对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如果要说你们两个分手的话 你们两个还会继续有交集吗 他就一直对他特别关心 就是当时 我不是去找他玩吗 然后当时我还觉得他这个人特别好 因为一直很照顾我们 我们走的最后一天 他就请我们吃了晚饭 吃了晚饭之后 他当时还带回去两个菜 他跟我说妈妈还没有吃饭 我当时还觉得这个小伙就挺顾家的 后来我翻他前女友的朋友圈 我才知道 他是给他前女友带的饭 他前女友还发什么 爱的晚餐有你在真好 那一次是 就是我跟你一块吃饭 然后发了朋友圈在那家餐馆 我前女友他就看到了 然后他是自己在家 他就说 就是能不能让我顺便帮他带一份 然后他给我转钱了 我说也就顺手而为嘛 当时心里没想那么多 你跟他买饭顺手而为 那你520送礼物也是顺手而为 你觉得我信吗 是哪年的520 是去年的520 还是今年的520 去年的520 那你怎么发现 他送给他前女友了呢 我看他俩的聊天记录我才知道 就是之前他让我看他的手机 我从来不看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竟然在一起了 如果要是说一旦我有这个倾向 我想去看你的手机 那就完了 我们两个之间就没有信任了 就是他这些记录都没删是吧 对 主持人就是我因为跟我前女友 已经分手了 但是她真的是各种纠缠我 就没事就给我发消息 我真的是有时候 我都不太搭理她的 她就各种发消息 而且老爱秀我 我还专门给她说过 但是她还是秀 我也被纠缠了就很烦 甚至我都可以让你看我的微信 就是聊天截图 你要方便的话 我们不介意看一下 我 我不是有耶 有啊 咱们分手吧 这个是咱们分手吧 是男生的是吧 对 那个驴就是他 五月三号 还有呢 对 有 带晚餐确实我们看到那个钱了 对 行 这个我们就摆在这儿了啊 这是男生提供的所有他解释的理由的 他认为的证据 是这意思吧 对 女生这些东西也看过了 但是女生发自内心的不相信 是吧 主持人就是我为了让他相信嘛 就是我把我的就是微信部署 就跟他关联着 把我的定位跟他关联 然后他把夜三四点就给我打电话 他敢开着视频 就看出境有没有人 这些其实我都可以忍 但是有一次啊 我跟他说晚安嘛 然后我就睡觉了 我当时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就刷了会抖音 我刷了会抖音 我点了个赞 就这个事跟我吵 是 经过你前去我这些事之后 我确实做得有点过激 但是你还是继续在骗我 你还是继续在跟我撒谎 对对对 他撒了什么谎 怎么骗你的姑娘 你接着说 就前两天 他跟我说他睡了 完了之后 我看他那个微信部署 一下标的一万多部 你梦有吗你晚上 完了之后 我一直在跟他发游戏 我问他你在哪 你在哪 你在哪 你在干什么 我给他打了无数个电话 他都没有接 后来他跟我说 他跟他朋友一块去 电竞酒吧打游戏 你觉得我信吗 就是在打游戏 我看到他给我打了电话了 我就没有接 因为我感觉我要是接了 他又要跟我吵一架了 我就不感激 这就是你骗我的理由吗 还怎么骗你了 还怎么骗你 不解释了 他特别喜欢骗我 不仅他骗我 他兄弟还帮着他一块骗我 怎么个意思 就是有一次 我承认确实我闲着无聊 做了一个测试 我给他兄弟打了电话 我说他昨天晚上 一直也没回我消息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 你能联系上他吗 他说他跟你一块去喝酒去了 然后他兄弟跟我说 他是喝得有点多 现在就是正在那儿吐呢 晚会我让他给你回电话 所以说不仅你自己骗我 你还跟你兄弟一块骗我 你身边就没有一个 跟我说实话的人 你让我怎么继续相信你 不是 主持人 你说句公道话 这种就是正常男性 都会帮忙圆一个谎 就是正常男性 真的 正常男性朋友都会 那就是说我们这些人的 这个朋友都不正常了 但是我当时 当然也没人问这事啊 但是我当时确实就去上个洗手间 然后他骗我跟我的朋友 就这样 我说的这个事是我不对 但是你们不是这样也骗我了吗 行行行行 你现在应该是被严管对象了 这么一听是吧 就所有的仪秀 我银行卡都在他那儿 可是你又没有工作 一分钱都没有你银行卡 给我有什么用呀 那你要是加个什么人啊 微信上加个什么人他管吗 他直接删 对 主持人说到这儿 我真多嘴我 我真是服了 您知道吗 他当然跟我说什么 他以前加过的人 他都要删掉 然后他要跟我重新开始 他删了三十多好人 但是那只是加过的 那我不是说你想删谁删谁 包括联系人通讯录里 想删谁删谁 想干嘛干嘛 手机都交给你了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听懂了 接下来我就问了 这事纠葛里 已经很长时间了吧 你为什么不离开他 我想离开他 离不开是吧 他老求着我 他对我死缠烂打的 就是每次我一跟他说分手 我们两个基本上就是 现在就是三天一大吵 两天一小吵 完了之后就是基本上 每周隔三天就要 那我再分手 然后完了之后 好难受啊 对 他都一直会挽回我 然后完了之后就求我说 你们俩有说过明确的分手吗 我说过 我不止一次的提 那你觉得你现在跟他的关系 到底是分手关系还是恋人关系 我觉得我是已经跟他分手了 也就是说你跟他是个分手状态 对吗 如果现在有一个特别喜欢你的男孩 或者你喜欢的男孩出现在你的生活里 这个男孩现在开始向你发起了进攻 你答应他了 或者你喜欢上他了 你觉得你算第三者吗 我不会答应他呢 好 这是第一个角度 男生我问你 他有没有跟你说分手 说过 明确地说过吗 说过 你答应了吗 没有 那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恋人关系 为什么还是恋人关系 因为我也没有分手 你没有分手 对 你现在的行为像不像你的前女友 对吗 这就是你前女友为什么恨你 这就是这个女孩为什么过不去 至少你犯了一个错误 前情味彻底切断之前 你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你谁也怨不得 我只想告诉你 你谁也不要怪 你不要验证 确实这个事你做得有瑕疵 对 听懂了吧 听明白了 所以女生接着我就问了吗 你觉得你是跟他真分手 还是假分手 就是每次我跟他提分手 他就觉得我在闹情绪 觉得我分手就好了 所以现在你跟他 到底还有感情还是没感情 感情是有的 但是我真的不想再跟他继续下去 所以是不想继续 还是那个问题 出现了一个优秀的男生 他就这么纠缠着你 那个男生就猛烈着 追求着你 或者你就是你喜欢的一个男生 你猛烈地追求那个男生 你觉得那个男生是什么人 如果要是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出现的话 我一定会跟他划清界线之后 再去展开我的新恋情 就是这么一说嘛 我们也没法验证了吧 因为关于未来 我们是没有办法验证 我们能够验证的 只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然后我们用逻辑把它做一个推导和梳理 我说这一段 我不是说要给这个小伙子开脱什么 解脱什么都没有 我只是把情境摆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你们现在的状态 他像极了他的前女友 只是没有一个合适的男生 出现在你的生活里 所以你现在可以一指气使地 站在这儿 对他做出各种各样的指责 我核心最想表达的意思 是我第一个问你的问题 既然这个男人这么伤透了你的心 你完全容不得这样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你不离开他 因为我对他还有感情 OK 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们想探讨的 不是说要评判谁对谁错 这里面是有是非的 一会儿老师们会讲 我只是想告诉你说 如果你对他还有感情 这段感情还想继续的话 迈过这个坎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说他是个骗子 还是说让老师们帮你 驱散心中其他的东西也好 你们就来听听老师们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进入 你的朋友帮你圆谎 这是意气 但有一个前提 朋友知道你有圆谎的需要 朋友知道你平时在说谎 否则没有一个朋友 以这样的一种娴熟的 而去迅速地圆这种谎 说明在生活当中是个常态 我不指责你的品质 我只是认为 这么年轻的小伙子 我们真的没有这个需要 我们单纯一点 生活就更美好 我的判断 她是和前女友 藕断丝连 没有处理干净的状态下 极不可待地 进入了第二段恋情 因为你的出现 你说这是不是事实 就这臭小子 没有对这个 他喜欢的姑娘坦荡 公开地把这个事说清楚 对 他不坦荡是明白无误的 但他还真不是脚踏两只船 故意要两头靠 不是 但是遗憾的是 男生 你自己酿下的苦酒 现在不可收拾 女人的心 本来是易碎的 你结果把他的心 记得稀碎 因为他对你产生了怀疑 不信任 这个不信任 现在已经产生了连锁反应 他根本不相信 他所看到的男友的一切 现在的遗憾是 我相信你一定 尽自己的权利 想去证明自己 去表现自己 因为你还真心想和现女友好 对 但遗憾的是 这种努力非常累 希望也会渺茫 因为他的心碎 所以我建议你 自难而退 为自己烧的两锅夹生饭 为爱情买单 其实我的理解就是 他的性格上 就是这种暧昧不明 就有些人的性格就这样 你让他断然地拒绝 或者是断然地接受 他很难 他做不到 所以我就突然想起 我们现在身边有一种人 你发现这些人 特别喜欢收藏 就是他用过的很多东西 他都不舍得扔 什么我用过的车票啊 是吧 我用过的什么香水瓶啊 我都留着 这珍藏是我珍贵的记忆啊 但是如果一段感情关系 也要这样收藏起来的话 这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 当然不舍得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不舍的 但是有些关系呢 你越是不舍得 其实越是给彼此添乱 在看到那些聊天记录的时候 我特别相信 你对前女友 一定还是有感情的 这点从人性角度来看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一个人 你在跟对方说话的时候 你说话的内容 其实不重要 关键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在跟她说话 你比如说你在拒绝前女友的时候 你是跟她这样说 你不要再跟我联系了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咱们两个人已经分手了 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你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好不好呀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这样的话 我觉得不太好呀 我特别相信你一定不是第一种 就是她前女友 敢不断地这样跟你复联 就一定是你给了她很多 暧昧不清的这种态度 让她觉得 我再努努力 她是不是就回来了 我再使使劲 没准我们俩又复合了 不然的话 你如果真的对一个女孩 足够足够地表示出 明确的态度的话 她不会这样 一而再再而三的 所以其实你真的要 回去反思一下 你在跟前女友 这种表达的时候 有没有那种 暧昧不明的这种说法和态度 一个女人 其实她敢这样 一而再再而三去争取 一定是她从你的态度当中 是接受到了某种信号的 所以今天你也别站在这儿 说我好无辜啊 我明明已经分手了 为什么受伤的是我 其实你释放的那种态度 是会让两个女孩子 都不够满意 所以今天 你其实在两个女孩面前 都没落好 从今天开始 我们首先要学会 明确自己的态度 要学会在感情方面 是要有界限感的 所以苏老师 其实已经教给你了 坦然地面对每一段感情 你比如说 前女友这个的时候 你已经喜欢 你告诉她说 我们绝无可能了 我已经喜欢上 另外一个女生了 那前女友肯定说 你是个渣男 你没跟我处理好 你怎么又喜欢 另外一个女生 就告诉我 确实我喜欢上 另外一个女生 我们绝无可能了 她就是不舍 她当坏人 她到底是性格问题 还是什么 我们也搞不清楚 就是学习嘛 成长啊 我觉得这很重要 来听听沙娜老师怎么说 你当时追她的时候 你觉得难追吗 难追 所以如果追不上的话 应该会和前女友复合吧 不会 我是一个女生 我的第一反应 就是这个 而且一般在一起的情侣 经过一段时间磨合了之后 会经常聊起 你看那时候追我怎么怎么样啊 撒个娇啊什么的 你看那时候追我还会怎么怎么样 可是你让她拿什么来回忆 她现在跟你能说到的就是 你追我的时候 你还在跟你前女友联系 所有应该在我心里 最美好的那个部分 都是让她觉得最肮脏的部分 所以她没有办法 面对你 面对你们的这段感情嘛 所以她就开始越来越猜忌 有的时候 你以什么样的方式 得到这份爱情 你就会以什么样的方式 失去这份爱情 我对女生说的呀 就是我明白你那种心里 过不去的那个坎 那你何必折磨自己 既然你选择跟她继续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要想啊 你这件事能不能翻得了篇 翻不了篇 你不正中别人下怀吗 人家前女友也知道啊 反正你们俩也没好下去啊 你这不就正中人家下怀吗 人家过来搅和就搅和对了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你很傻的地方在于 你明明已经对她没有信任了 你还非要测试 非要找证据 我想问你找到了这个证据之后 你想要证明什么 证明她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个骗子 好让你死心是吗 可是你死心了吗 当你发现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 那咱就干干脆脆地离开 因为你再继续跟她纠缠下去 你这个人也会慢慢地沦陷下去 所以你想清楚 要么彻底翻篇 因为很多的事实证据摆在这儿 不管她那个时候心是怎么样 现在这个人是不是好好地跟你在一起 和你在一起之后对你怎么样 你要看的是这一点 而不是在翻之前的旧账了 没有用 如果你觉得这事翻不了篇 那就到此为止 你去寻找你新的恋情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谢谢珊娜老师 被宠爱的有恃无恐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好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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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来来来 选择了出来 那就是一句话 让过去翻篇吧 就把今天当成一个新的开始 让我们见证 属于这一队的浪漫